特朗普、中俄若不停发展核武 美将发展新武器 2018年10月20日 特朗普到内华达州出席共和党竞选集会 他其后宣布将会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将会退出与前苏联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 他又警告 若俄罗斯和中国不停止发展核武 美国将发展新武器 综合媒体周日 21日报道特朗普周六 20日在内华达州出席 完共和党竞选集会后表示 美国将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他指俄罗斯 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 美国不会容许继续如此 他没透露俄罗斯怎样违约 但指条约 妨碍美国发展新武器 他又指若俄罗斯和中国不停止制造核武 美国将有需要发展新武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即将到访莫斯科 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会晤预料 会向对方提出退出条约 有分析认为若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美国在亚洲的国防政策或出现大幅调整 亦会为虚内主要战略对手 包括中国带来不少影响俄罗斯国营媒体 引述该国外交部官员批评美国退出条约 是希望追求全球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单级世界 但认为这个幻想不可能实现美国在1987年 与前苏联签订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拥有 生产或是射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 以保障美国本土以及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盟友安全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这项条约 而双方根据条约和供销毁约2600多支中程导弹 但中国并非这条约的签署国报道只有分析 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是针对中国因美方受条约限制 不能发展新型武器 无法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 因中国没条约限制 可自由发展中程导弹 据估计中方拥有超过100枚 包括东方系列的中程导弹 都没认识中方拥有超过100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